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浪子 虽然他表面上没有离开家 但他心里面其实都不是跟父亲在一起 这就是他的问题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很容易同情这个长子 觉得他不值得 做了这么多事情 连小山羊都没有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 我们就是从物质的角度去看我们跟天主父的关系 而不是从爱的角度 如果我们从爱的角度去看 小山羊、有、没有都不是那么重要 就像一家人那样 如果我们什么都算得一清二楚的话 第一,可不可以算得到先? 第二,如果真的算得到出来的话 这个是不是家呢? 这个长子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看他对回答父亲说什么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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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我服侍你 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 所以这个 为长子 是不是父亲 这个 还是一个 不能违背命令的老板 一个很威严的 不是爸爸 不是爱的 不是那种关系 然后他的着眼点 就是一些物质的东西 我拿着小山羊 欢乐在哪里? 我开心在哪里? 和我朋友一起就会开心 和你一起就会不开心 然后呢 你个儿子 和那些娼妓耗尽你的财产 他没有说到这个是我弟弟 是你个儿子 然后呢 爸爸对他说什么? 第一句说话 孩子 先叫做 你是我的儿子 虽然你不承认我是你爸爸 但我永远都视你是我的儿子 我们在一起 就是开心 就是欢乐 你拿一只小山羊来做什么呢? 什么都是你的 你从来没有觉得 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吗? 所以你要拿一只小山羊 你看看 是不是这么小的东西 原来所有东西都是你的 看不到吗? 还有 这个不是我的儿子 这个更加是你的弟弟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都在天主父里面 看到 所有一切 所有的人 所有的万物 都是来自同一个根源 让我们珍惜 让我们和他们一起 开心的 欢乐的 究竟这个长子 会不会进去 宴会 欢迎自己的弟弟 各位兄弟姐妹 耶稣说你的比喻 是没有结尾的 因为 是留给每一个听众回答的 那我们呢? 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 应当欢然喜乐 勞交福音 十五章三十二节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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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